实修是根本 师父告诉你们 你们最后走的时候 菩萨都会给你们寄分的 你身上的业障很重 你上得了天吗 最后能否上去 不是你们说了算 不是人间的任何一个人说了算 而是取决于你们自己的业力 这个业力 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 全靠你们自己修 就像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班级里有一个人的表现 好得不得了 人家下课了都出去玩 他还在教室里做功课 像真的很用功一样 可是没有一次考试 考得出好成绩 因为他想 在放学之前 把作业都做完 回家后就不用再做功课了 而我们回到家里之后 拼命地做功课 我们在背后 花了很多时间学习 所以我们的考试成绩都比他好 这就是说 你们修心 不要表面上做给人家看 而是要实实在在地 让自己种的因 能够结成善果 你们今天来到观音堂 是做给人家看的吗 让人家觉得 你这个人真虔诚 你这个人真好 不管你如何做表面文章 最后上不去的话 你还是要再轮回 师父讲过 不争人间天下试 试看谁能天上行 到时候看结果 到最后 看谁能够上去 谁上不去 你们会说 师父 上去了的人 上不去的人 我看不见 怎么知道 他上去没上去啊 做梦看不见吗 能托梦给你的人 你看不见吗 修心是为自己修 而不是为人家修 有些人傻得不得了 我不开心了 我不好好修了 你不好好修 你是害自己 不是害别人 这种人就是 没智慧 现在你们这些弟子 很多人 都是这样的 没智慧 要好好地忏悔 因为你修成了 你才会平安 学佛法 要先学佛理 我们今天学佛 要先学佛理 你连佛的理论都不懂 你怎么能够 不学佛 很多人嘴巴里讲得好 我要学佛 师父问你们 佛理是什么 佛的理论就是 要有慈悲心 要有忍辱心 你们能够忍耐吗 老婆讲你几句话 你马上就跳起来了 发脾气了 很多夫妻的冤结 大到什么程度 你们知道吗 老婆怀孕了 然后这个男的 跟他吵 他私自跑到医院去 把这个孩子打掉 师父碰到好几个 这种事情 女的和丈夫吵架说 我不帮你生孩子 我有了孩子 也去打掉 老婆说 不帮老公生孩子 咱们暂且不说 这个女的是多么的自私 孩子也是你的呀 那个男的 也是活该受报应 不给你家留后代 看见了吗 这就是因果 希望你们要懂得 佛的道理 佛的道理 有两个最重要的 基本点 一个是因果 一个是轮回 什么叫轮回 不停地受报 就叫轮回 婚姻失败了 重新谈了一个 刚刚要结婚 又崩掉了 感冒伤风 好不容易好了 过了一阵子 肠胃又不好 这里生癌症 好不容易化疗 放疗 没了 过一阵子 那边又长出来了 这就是轮回 骂人家年纪大的人 你这个老不死的 自己很快就变老了 自己也要被人家骂 人老得很快的 这不叫轮回吗 很多年轻人 说人家满脸皱纹 自己很快 就会满脸皱纹了 这不叫因果轮回吗 什么叫佛理 佛理就是 要让我们说出来的话 有佛性道理 做出来的事情 有理智 佛理就是 让我们言之有理 你们现在很多人 说出来的话 都没有道理 修心修行 要坚持忍耐 就是要吃苦 修心如爬山 越往上走越难 如果不努力 很多人就会掉下去 接着不修了 很多人就此 与佛无缘了 不能坚持修 这个人就修不好 师父告诉你们 想一想百年之后 你们还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只有骷髅头一个 要懂得 坚持学佛 你就能开悟 一个能够坚持的人 他一定会开悟的 坚持不了的人 一定不会开悟 开悟的人 就是能够解脱自己的人 你们有师父管着你们 这是你们的福气 现在这个社会 谁愿意去管谁 谁来管你 你花钱叫人家管你 人家都不愿意管 你被抓进去 都跟别人没关系 你的坏脾气不改 当你碰到什么事情 你都不买账 你以后一定会出事情 你牛好了 很多男人当初在家里 多霸气啊 最后不就离婚了吗 最后一个人苦得不得了 连端茶送水的人都没有 如果他早一点听师父的话 早一点能够学忍辱 明白一切都是因果 他就不会离婚了 自己现在就不会吃苦头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